这月复改会昨天正式退场了 那么依照复改会的最后决议 除了还未定案的勤劳所得租税补贴之外 未来这个复税政策确定只会加税 不会来减税了 包括取消军教免税 开征能源税 还有复征证所税等等 研议中的加税方案 预计是以民国101年来完成为目标 那么事实上复改会去年就决议从99年开始 取消现役军人心想 还有国中小学以下教职员工薪资所得免税的部分 不过今年确定是来不及修法了 所以财政部现在希望100年可以完成这项决议